而尊人 归而告有人愿 他回来告诉他的朋友们说 凡天将发私人也 为发其福 先发其慧 慈慧一法 则福者自食 四者自恋 见所温量若此 天其之一 既开榜谷重视 这人成年 遇到夏建所 他这个观察非常准确 凡是天将发私人也 这个话就是 这个人将要发达之情 这个佛报还没有先行 智慧 下建所温量若此 天其之一 这是老天也启发他了 他智慧开了 那么这次考试 这个开榜的时候 果然重视 第五位 张维言 这是反面的一个例子 江音 江音张维言 几学公文 由神议林 书念的好啊 文章写的好 在这个现在讲的时候 学术界里头 他有相当的声誉 大家都非常赞叹他 家五南京相识 这个相识是考巨人 张维言是个秀才 考巨人 御一四中 住在一个寺庙里头 介晓无名 大骂士官 亦为名母 到考试完了之后 介晓的时候 他没考中 没考中啊 他就骂这个考试官 我的文章写得这么好 为什么没有被录取 心里非常不平 时有一道者在旁微笑 我说了 我说来从柔和书想都给你